主持人生 好 那 序再立 喔 其實如果 其實基本上 小馬今天真的講的比較少 因為光是上次 他只是 上次參議場他不是主角 他只是語談 但是他後面就跟他聊了很久 對所以他是一個 很會聊的人 大家可以盡量問 然後剛剛大家吃的鳳梨 是何嘉浩他帶來的 就是說因為他 他有跟農民做一些 就是輔導 農民他們會種一些比較安全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下午有一個 農候獎一個農10% 然後他就把農民的產品帶來 所以剛剛大家吃到的是牛奶鳳梨 對好 那大家現在可以盡量的提問 然後各式各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三位會根據他們 自己的經驗然後跟大家 做討論這樣 有人要提問嗎 請問一下因為我下禮拜退伍 那如果說我要 我想要就是成為牛親的話 那我現在應該要就是做什麼準備 或者是我應該要去哪裏 我應該要上哪裏 下禮拜要退伍啊 所以我說我下禮拜想要當牛親 下禮拜喔 那你工作找好了 直接去農場工作就好了 直接去農場工作就好了 我大概是退伍前一個月 我就已經找好農場工作了 然後等到一退伍之後 我就一定跟直接去農場工作了 就直接去做就好了 不用客氣 怎麼找到好的農場 不削的農場 這一定會答 我想他想聽這個事 你知道我在前幾年的時候 我們辦過大概這樣 雷和的事情 那因為有些作物 經濟價值很高 可是他的工作條件 真的不是那麼好 他可能就是 在溫室四十幾度的工作 那怎麼樣找到好的農場 這個可能是關節問題 你會很難回答 因為 補充一下 對 因為 想先請問幾個問題 你本身家裡面有家業嗎 類似的 沒有 那本科生 做簡單的 三個問題就解決了 還有本科生 是嗎 農業本科生 沒有也不是 生科 只是單純對這個產業有興趣而已 就是 所以想要成為農 因為其實大家不要把農青局限住了 對 農青不是只有種田才叫農青 對對對 就是 沒有想要塑造費力 前面 前面那時間也在種田 但是現在選擇到流通業 欸 流通業我也是在 從事蘇果的一個認識跟包裝 對 其實也是農業青年 新系台灣農業 對不對 所以選擇非常多種 對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嘗試生產 但是絕對不要把自己只有光在生產 對 你應該要去了解 到底現在外面的產業 現在的產品 到底長什麼樣子 對 然後要細部的再聊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來 補充 農業的範圍很大 那你可能先看你的興趣是在哪邊 或者是應該可以接受哪一種類型的農業工作 那 剛才說 在外面農業求職 說真的啦 很難說很完美說什麼沒剝削過幹嘛的 欸 我有做過工作是從五點半一直工作到中午十二點 那 是採那個五瓜 欸 七鬼仔 在冰凍那邊 然後夏天喔 大概七八月份的時候 在那種大的天才到中午十二點 你們想像一下就知道是什麼畫面了 然後 下午大概是兩點開始做 做到六點 那再採收一趟 然後吃個飯 晚上七點到九點開始做分級 那分級完之後呢睡覺 睡覺到四點的時候出早餘 然後跟著那個陶雞齁 他在那個五瓜去到市場賣 這也是另外一種農業的情況 那也有另外一種像行銷也好 做流通也好 這也是另外一種 那像那個小馬 你有在家裡跟著說過嗎 沒有 那就直接就家裡了 那很厲害 你家裡沒有地嘛 我們就家裡沒有地的 先累積一些自己的食物經驗 例如你對於蔬菜或者是對稻米 你特別有種植的興趣 那現在其實米上的地獄堂 都會看到非常多的這部分的工作 那我建議就是說 你先找比較有體制 比較完整的 譬如合作社學工 產銷班 或者是說像那個 那個去做的時候 你不但是學到一些種植經驗 你還學到它的管理跟行銷方式 這樣對你以後自己去經營的話 會比較有幫助 這樣子 那何好剛剛講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你不要想說 如果你沒有田 你要馬上投入 其實這不是那麼容易 就算你有田 你要馬上投入 你只是找了一個農田門檻而已 那我剛剛說的就是 農田裡面 就很重要的部分 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就是 假設你的田 需要經過別的路 那人家也不知道你是誰 他幹嘛建你路 像這種小小的事情 其實所以我就說 像我自己現在 我自己要擴大面積 都不是那麼容易 來自於就是 我必須要不斷的累積 讓人家認識我 認識我是一個在地生產 然後很負責任 把這件事情做得好的 所以它比較沒有那麼快 好像可以馬上可以一觸幾乘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剛才提到一個 就是到一個比較體制的合作農場 你可以透過那個地方可以做學習 然後也在那個在地那個地方 可以去認識在地的人 也許那個地方就會成為你未來的生產基地 你在那個地方就可以找到 你會知道 誰怎麼看 你會知道天 哪裡的天好 那你會知道誰有天 出租出來的時候 你會去找天 因為它畢竟不像一個自由市場一樣 就是租房子一樣 馬上租出來之後 PO在什麼9518什麼 不會這樣啊 就是他 就是口耳相傳啊 如果你都不認識他們 哪口耳相傳 口耳到你啊 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 我剛剛說的 性能機制變得很重要 你需要先有一個 這個開頭 這個開頭 可能是去一個農場 然後窝在那個地方 那樣子 那因為最近好像有新聞 提到一些就是 年輕人好像 不是這麼的好用啊 還是什麼賽股 對我不知道 當然我看了他的心得 我就想說 誰無聊 拿那麼少的薪水去做賽股的工作 我就一直說 就是這麼苛刻喔 這樣好像也不太行啊 所以我就說 就當然雙方都要經過一些努力啦 我希望你可以找到好的老闆 謝謝 然後這邊有一個朋友 他想要加入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想想想想多問幾個啦 剛剛就是第一個 你提到就是說 要有體制的體系 像合作社長 產銷班等等 那如果是企業的話 你推薦嗎 然後對 這部分是第一個 所以是OK這樣 好 那我可能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 我覺得年輕人 並不是那麼不願意做農業啦 像你看去澳洲打工的話 採水果啊 一周 周星星可能兩萬這樣 對不對 大家去了要死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小事情 但是 所以我想請問的就是說 在做農業的話 有沒有辦法讓我們求到溫飽 就是基本上 可能一個月22K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可能是 比較多年輕人會想要了解的問題 有時候都會衝破啊 指定還說好了 那時候在屏東中九層塔 我那時候跟人家起座 一斤十五塊收 然後半天可以採一百斤 一百乘以十五就一千五嘛 那採一天就是三千塊 接下來就一十類推了 還可以就知道 那幾個位也能想多少 那可是就是農業沙 有它農業上的風險在喔 對 那第五就是說 我那時候遇到凡納比啊 八八風災啊 這幾個赫赫有名的 那時候就高達三四個月 就完全沒有任何收入 整片都毀掉 也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收入狀況好的時候 就像我剛才那樣子講的 那有的時候甚至踩個半天 沒太軟了 沒想要做工作了 就出去玩了 也是這樣 最主要提到的就是農業的多樣性的產品 多樣性 我好像在上一次的時候提過 我自己在做七座 可是我七座的農民 他們過得蠻好的 就是他的收入都挺高的 就有說品項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好 不要說二十二K啦 二二嗯 都有可能那樣子 都有可能那樣子 就是品項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你有沒有善用的資源 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我從你答 嗯 好我們切回來 我是把開關再切回來 您是想要自己開農場的 還是想要去農場工作 農場工作保障一定有22K嗎 是哪個選項 對 這部分如果說 下午剛分的話 肯定是開農場 好 絕對沒有22K 大家有點成本概念 好不好 就是你在今年過程中 一開始一定會投入一些資金跟成本 你懂得是嗎 那你第一筆錢從哪邊找去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不建議說 沒有相關經驗的 因為像我們這兩位都是農業前輩 我算是很之前的 對 農業前輩他們可能在農業前面付出 很長一段時間的努力 對 他們的產值跟產量是很高 他們是剛剛小馬他提出來 他們是現在目前那87% 對 但是如果說你一開始投入了 一定會遭受到很多困難 所以絕對沒有22K 但是政府有提出一些什麼農地的一些體驗 但是我跟你講 就是像剛剛的小馬有提到 就是你去一天兩天 你可能覺得很好玩 對 像有些朋友喜歡畢是插秧嗎 那很好玩 對 但是待一段時間 就是可能 maybe 我覺得有些真的職業農民 像我本身之前種蔬菜的 我們可能一年真的365天都在田裡面 對 那可能不是所謂的一年90天的農友 對 所以我覺得先體驗看看 先試試看自己適不適合 我會想要到劉童爺 也會想要到行銷端 是因為我覺得想要有走出一個軌跡 因為我本身家裡面沒有田 對 我是一個就是爸爸是做工作人 就是也是苦幹實幹白說起家 但是為什麼對這個產業了解 是因為看到機會 對 透過這樣的朋友看到機會 但是就是可能一開始你還是要先 正經濟對產業了解 來建議是這樣 好謝謝 所以我想要讓剛剛問這位問題的朋友就是 聽到剛剛講完就是還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你在接下來你想說退伍之後你到底 你覺得說到底 因為你沒有地嘛 那你所以你還是以去農場工作為一個主要的選項 原則上就是體驗啦 因為就是有一些面試還就是卡著 就是在等節目 那就是也可以的話 就是會選擇就是先體驗看看 然後可能選擇一些實訊版或者是再次轉版 然後可能先就是累積限制室之後再去做這樣子 對 因為像如果有一些像中間如果有一些課程的話 也是會有資訊版的 嗯 我目前考慮是這個樣子 像我自己 像我自己本身實作經驗喔 就是從高農開始嘛 就標準農校生 那讀到平科的農員系 那嘉義大學的那個什麼農醫系喔 就一路上這樣搞上來這樣子 那原則上面我還暑假一定會去打工業的工作 那從高中開始 那包含校內打工 我也是去園藝科裡面去工作 那管理裡面的協助溫室管理或果樹管理喔 那時候淹死了不少說這個就不要提了 但那些都是累積起來的經驗這樣子 那一步一步這樣做起來 然後再去人家業界去看實際上面 操作商跟學校的差異非常大的 所以你要一邊進修一邊做其實是個很好的打算 那重點就是你怎樣理論跟食物結合起來 農業是一個非常非常重食物的一個工作 所以你要再三提醒 不用有太多的 有理想是好 但是先不用有寄託太多 像媒體上面 或者是他們那種插壓那種開心的笑容 對 新演唱有那個體驗之後 然後再去比較用紮實的方式去把你甘血 一點一滴的紮實做起來 累積起來 然後再去做好 你覺得你想要去做哪個方向 而且技術講到我們這些不明 對 就是技術 就是初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等大家多年請朋友互相鼓勵 到 謝謝 那剛剛這位朋友的舉手 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才突然進來 我叫鄭光亨 然後我是搞政治的 然後也搞環境議題的 所以針對剛剛這個不好意思 因為不算是發問問題 而是有些事情一定要先跟人講 台灣現在農業除了剛剛就是主講人他所講的 就是年輕人很少 人力很少 所以這個產業開始受到很大的壓力以外 我們現在政府也有在收購一些 就是廢棄農田或是說一些老年人 他已經種不下去 他八零八九十他種不下去 他跟他收購農田 做什麼 中港路那邊有那個政府他收購農田 他做的用途是 把財中火力發電廠燒出來的廢土渣 也就是富含代澳心 也就是幾年前代澳心鴨蛋 毒死人的那種代澳心 微填到那個農田上面 他蓋上去鋪在那邊一層 兩種途徑可以傳染到你身上 一個就是風吹 你只要經過那邊鼻子一吸進去 你身體裡面肺部就會帶好心 第二個就是水 水一下去這更慘 因為如果他是一夾子的地 再填那個廢土的話 那個就只有一夾子的地 可是他因為那個雨水下去 進入到地下水系統 旁邊死甲其他的農田 全部受到孤染 你的鳳梨啊稻米啊其他農作物 全部都有種青水 全部潮標 我還跟我老師去看了一個 鳳梨田它上游是那個化工廠 河水是什麼 卡布奇諾 哇 有那工業的彩虹的顏色啊 然後黑啊 紅啊 咖啡啊 什麼都有 然後鳳梨就是吸那個水 請問是會這樣的鳳梨你敢吃嗎 因為剛剛有傳那個鳳梨 不好意思 我知道這個鳳梨是有機的 不是 不是啊 那 好啦 那 總之現在台灣的農業 受到這樣的一個壓力 為何 因為老年他會脫手這個主地的原因 就跟主獎人所講的一樣 因為沒有新的世代沒有新的血 進去繼續流傳 他到不了就是好啦 反正我也種不下去了 我就脫手賣一賣 賣到價錢我還可以養老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然後這個就讓我們的 請思想清楚 我們的農地 這個是屬於我們現有的原物料的財產 他這個只要被蓋成房子 這個農地就不用再種東西 他只要被受到這種工業污染 傷害到 他也種不出 他可以種不出東西 可是你敢吃嗎 你要怎麼樣去排毒 這沒辦法 這不是叫你吃什麼維他命 然後你結果身體就可以排掉 這個傷害是會很永久性的 然後其實剛剛有一張圖就是 那三位老兄 馬英九 然後下面有點帥 那個頭可以 對 不知道可不可以回到那個點 在他們回過去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 那三張圖 剛剛主獎有說 為什麼他要這個樣子 我看了一個網站 他寫的實在是讓我覺得說 哇他講的的確沒錯 他講的是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的一些50歲以上的老年人 他們看到這個圖 好心痛喔 哇 臉上我們 哇在種田耶 哇 他是個週末高位 然後現在在種田耶 哇他這麼累 哇真了解我的感受 哇靠他只種幾個小時而已 哇 吸引到那些人性 什麼原因 台灣人如性太重 他住個地寶的 然後他來種田耶 哇他來清淨田 哇他來瞭解我的感受 哇好棒喔 啊難怪人家安倍警察 是在那邊看根源集 然後他是要這樣 因為他就是要收你的同情票喔 當然不是說年輕 而是真的老年人 你們可以去認識一下 去認識一些長輩 為什麼他就是淚投國民黨 淚投民進黨 淚投某一些他喜歡的政治的物 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太好了 喔 謝謝 因為想說我們都沒有 總之回到原點 我覺得我們農業要受到重視 因為農 其實他有兩個層面 有一個老師告訴我 農業有兩個層 一個就是因為我們的生產力 我們每天都要吃飯 我們不一定每天都要有iPad 但是我們每天都要吃飯 農業是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雖然他是看天吃飯的 他會有風險 但是他一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他一個是一種生產行業 第二個 他有國防效力 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你台灣百分之百的農業 全部都是靠泰國進口 大陸進口 就是你已經沒有土地在種農了 要不然那些農都是自我生產 他種他自己吃 沒有去外面銷售的 全部自我生產 其他百分之百 全部都來自外國進口 今天中國大陸就說 泰國人不准跟我進民到台灣 我也不進 台灣人是不是就要被餓死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土地還在結邊 然後一直在受污染 然後去蓋房子 然後沒人要繼續種田下去 那我說實在 到最後我們是不是真的要吃自己 自己吃自己 血淋淋的喔 反正馬英德也說過嘛 連勝委也說過 一個便當吃飽 我為什麼不吃兩個 馬英德說過 沒飯吃為什麼不吃肉 打斷一下 所以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的問題是 對 我剛剛一直在自己的問題是 對 因為你是做行銷通通 我先問一下 我們如果台灣 如果年限再不進去 之後真的就是泰國米 就是這樣一個 因為泰國米可能 他在我們的經濟銷售是10% 但是台灣米他要在10% 這個問題請眾米的朋友來回答一下 我想 因為這個農業議題是非常的大 就像剛剛有朋友來講的說 就是 你會聽到以後 你會發現 到底 questions 我怎麼辦 是不是 沒有年輕人該怎麼辦 所有的問題 我想你今天會發現 對啊 所有的問題就是沒有心血啊 如果過去水溝是100個人管 今天還是100個人管的時候 哪有一個人隨便說 主張說這條水溝我要截斷 截斷賣掉 就可以截斷賣掉 不行 因為是你真口手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的確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反頭回來想 到底年輕人從容的優勢是什麼 年輕人從容的優勢是什麼 我想 剛剛沒有人可能沒有人問這個問題 年輕人從容的優勢 如果你不談 我等於今天在浪費生命 在跟你講七年從容啊 對不對 我等於浪費生命跟你講七年從容 因為七年從容如果 又跟過去走老路 那不是一樣的嗎 所以 哪一件事情你可以告訴我 我想你可以回答的 哪一個事情是你覺得七年農民 可以做的 你可以帶什麼勁到農業裡面來 我剛剛後面在談 在講團結力量 如果我今天講說 你們都不要吃別的米 別的米都有賭啊 別人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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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走老路 走老路 當一個更大的一個集團 進到台灣來以後 你一樣就會被毀滅掉 如果我單以價錢做的指標 就會被毀滅掉 所以我們今天談 你的優勢是什麼 而且這個優勢 不是在金錢上面的優勢 那 股票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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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敬 我覺得就是一種決心吧 那還有就是說 我年輕人在 我們現在其實教育水準 都是非常高的 那包含在接收一些媒體 或者是一些相關資訊 尤其是資訊的部分 我年輕人吸收的是非常快的 不論是生產資訊也好 或者是說一些產銷的資訊也好 那市場的資訊也好 目前農業生產環境也好 譬如這邊有種高麗菜 那我知道目前高麗菜產量 每年可能會用崩跌的狀況嘛 那我可能就會學著就是說 回到農村的時候 我會把這點記起來 然後這就是我可能在 我如果要種橄欖菜 高麗菜的時候 我要評估我這一季 要不要種的一個風險 我覺得年輕人 在這個部分 我要記取教訓 不論就是說像一些老年人家 或者是老年人 他已經有固定的生產模式 或是經營模式了 那如果我還是用那種方式 來去做經營 跟去做那些操作的想法 那都還是一樣 問題永遠都沒有辦法去解決 所以在操作的部分的話 我們要把這些資訊記起來 那也可以到鄉村的時候 去帶給那些青年或壯年 甚至是老年人們 那去做 做給他們看 那在老年家 其實他們在利潤 他們其實種田種了那麼久了 那他們很多 只看你有沒有做得起來而已 如果你做得起來 基本上 你去跟他們對談 那你如果希望他們說 你可以跟我一樣做一樣的 也比較少的農藥 或是比較少的化學味料 他們比較會去聽 那如果我們一個年輕人 直接去到農村裡面 就說我的遠大報復理想是怎樣 那基本上 你是小的 你去那是去台港的而已 他們聽得到 那很多農村的現況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尤其是現在我農村很多現況是說 老年化一部分也代表著 我們的農村的人口 大量流失到都市裡面去 我目前待的社區 所以他的空屋率就高達五成 五成的空屋率喔 包含三合院什麼 很多都是空的 他都開放起來了 那那些老房子 很多都會隨著時間而凋零下來 那他們的孩子 或者是他們 都已經在都市裡面成家畢業 甚至生活下來了 你說他們以後還會再回來嗎 還會在農村裡面生活嗎 他們的生活 就已經跟都市連結在一起了 你要再 怎樣說服他們回來 這個是非常有困難的 那除非是等到他們老了之後 回來養老 那你們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你們看現在都市計畫 或者一些農地使用上面 每次政府要先動腦筋的就是農地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這個農村 它的產業失去了 那人口越來越少了 那你要用什麼理由說服政府說 我這一塊農地希望可以留下來呢 這就變大家去集思廣益了 也是其實我們在七年回農的這個部分呢 還包含就觸及到非常多的層面在 那這些其實也是我年輕人要去思考 或者是說把這些事情帶回去 跟那些在地的人去談 去了解 其實他們都很在意這些事情 如果一直沒有一些說 很多年輕人去給他們幫助 或者說資質上面 我們可以怎麼去做 我們年輕人可以做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呢 大家就變成我們要有能力 可以去把這些學起來 做起來 然後去擴散到我們各個社區 或各個鄉鎮裡面去 好 補充一下 可能大家會期待就是可能在行銷啊 通路段啊 聽到什麼很嶄新的一些做法 其實我認為青年從農 其實坦白來講啦 依照我可能在末端看到 是連優勢都沒有 你沒有優勢 不要想優勢這回事 好嗎 認清這個現況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說 我始終認為其實在座都是年輕朋友 對你們會來這邊參加 代表說你們都會使用一些資訊 對可能就是一些 Facebook一些媒體的東西 這種資訊的落差呢 其實很明顯 對就是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老年人他很難去使用這種資訊 變成類型的產品 對所以 農業的解法 不一定是在生產端 對這個 我必須要提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而且大家都在找優勢嘛 如果說我們都知道優勢 那為什麼 這產業一直起不來 所以是真的優勢還沒有形成 所以代表說 他會變成是一個趨勢 對所以大家不一定要 一直在找優勢 但是你要先認清楚說 到底趨勢在哪邊 前陣子就是我們公司 一直在投你的Case 蠻有趣的 好 全年現在啟動二代 他講說要有同業二代革命 好 什麼叫二代革命 這個Sense 就是你看到這個文章裡面的Sense 什麼叫能業物流 為什麼電商當中他會認為說 在生鮮這一塊是最後一塊大餅 毛利最高最難攻破 只要攻破之後 我們整個電商就會穿在一起 不管說是大陸還是台灣的 欸 這個議題你看到的時候 有沒有一點Sense 一點Feel 為什麼有些人在玩農業文創 對他為什麼會把一個產品 然後透過一個很漂亮的呈現方式 可以賣到一個很高的價格 為什麼在我們台北畢業的超市 可以有那麼高的價格的蔬果 然後你這樣價格賣出去 都是一些know how在 但是優勢絕對不會是在青年朋友們身上 對所以你們要去看去學 看看你自己自身的 你對哪個領域比較有興趣 因為像本身在經營碩飯的時候 我們有非常多農業的大學的朋友 有農業的有館業的 農業的 他們很專注在生產 對他們很開心在生產端 他們不想要接觸人群 我覺得接觸人群好麻煩喔 每天背貓哈腰的 就是覺得這個生活他很倦怠 所以他決定他要在生產 他就專心專業生產的東西 慢慢的會形成他的優勢 以後看到這個人 覺得說他是個專業的農民 就像自然會一樣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想要找個解法 你想要破過自己自身的專業 你東西發現說 你可能對生產端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投入的興趣 但是其實再好的農民生產出來的東西 都要有人在當接引的一個partner 我們講整個產業店不是只有生產端 要partner在各個行業當中 而且這partner是要改革思想過的 不是都是按照過往的那個 就是盤商的一個狀態啦 其實我們有時候我們必須講說 考量到一些業界的一些競爭喔 其實我們這種產業大家都非常的懶 非常的懶 就是我們大家會關心使用一些 過往前輩留下來的資料 很懶不想不會改變 因為忙的真的是昏天暗地 非常的忙 這大概是一個產業的現況 這是我發現到的 跟大家分享到的 就是七年重龍到底有什麼優勢 或者是 當然你可以隨便問啦 不過我們會隨便答 沒有我們就可以回答你 讓朋友希望這個事情是焦點 在七年重龍有什麼優勢 不然好像看起來好像很set對不對 不好意思 因為農業你說它正在消失嘛 就是人口沒有上升 就是從容沒有上升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說 台灣每一年都可以看得到新聞 或是我身邊周遭的房進士寫說 它的產量過剩了 每年都會有像牛丁 像稻米 像之前有一部電影叫五米六幾年前的 那個稻米就是因為它生產出來的那個價格 非常低 所以就沒有人 它沒有人去賣 所以那個農民就有更好的利潤 他可以有更好的錢去賺 我又想到第二個問題 因為你的農業產量是高的 就是你的利潤是高的 可是負擔的就是我們 等於我們的生活 每一個東西都是提高的 像你一碗白飯如果是10塊錢 以後如果是15塊 我們買嗎 對啊 就是我的問題是想說 為什麼會有過剩 因為過剩很詭異吧 如果說人不停在下降 可是那個產量卻還是在上升 那當然就是過剩當然跟產期調節 比較產期調節有關 就是因為農作物不會是像7-11的飲料 每一次去數量都保持一定 它一直都不斷在生產 每天都在生產 那農作物它就有周期性了 所以有時候生產出來一下子太大量太大 它的市場端沒有辦法馬快的吸收 那這個事情表現在 比如說蔬菜上面就很明顯了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如果沒有辦法做很好的保存 然後它可能會壞掉 如果它可以保存比較久 那它就拖著繼續賣 它怕什麼 所以可能有這個問題 不過產期調節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您說的是 一直人少 可是怎麼一直生產量會越來越多 那管理的方法越來越好 管理的方法越來越好 其實全世界就是台灣生產過剩這個事情 台灣很特別 大部分國家就是缺糧缺藥食那樣 就是 那他們就是沒有東西吃的 我不要講沒有東西吃 我講就算有東西吃 吃得不健康 單一作物 他們就吃米都沒有維他命 或是沒有其他的 那也是不好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都很小 我們就受過這個國民教育 告訴我們奶蛋 鬥魚肉類 青菜水果 什麼均勻發展 我們都有這個概念 很多地區沒有 那台灣很幸運的是 我們物產豐富 那我們的產品的項目很多 那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就有好的農業科技 在北緯這個就是 我們說這個北緯歸線 這個到赤道這個地方 這個 我們大概有農業科技 算是 還算有農業科技 那你不要說 我們一定要硬要跟以色列比 不過我們講 我們大概是top能 那樣子 所以生產出來的東西 品質好 量大 那你要慶幸的是 因為台灣很認真的農夫 還有很好的農業科技 還有過去很多前輩的努力 那樣子 那我們很好的管理辦法 所以 這個議題讓我想到 是說 如果我們要這樣講說 如果要單一的 用一個講法說 一定要大規模生產 才會符合經濟效益 我就不認為 大規模生產等於 經濟符合經濟效益 我倒是認為是 好的管理 會有產生好的經濟效益 這可能是 那這個也有回頭 剛才的問題 在談青年人 青年農民的特長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優勢 就是你會帶入好的管理方式 那你就 像剛才碰到的產期調節也是 如果你懂了產期調節 你就可以去避開這個事情 如果你知道 怎麼樣讓你的單位的生產面積增加 然後可以在正常的 在市場需要的時候供貨 那自然而然 這樣的事情 不見得會加注在消費者身上 而是可以幫助消費者 在好的時間點 得到好的農產品 得到好的服務 我想這個是市場機制 因為農產品它的價格是波動的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要考量進去 那是不是可以稍微講一下好的管理 這個是 對 好的管理 我們在學期的 在以前在學的時候 學到產期調節方式是非常多的 那其實你除了做這部分之外 你還要懂得分析一些網路的資訊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優勢站 例如台北的北一北二 就果菜批發市場 它其實都會有完整的說 各種作物的上中下架 以及它每年的波動 那你其實可以從它每年波動 種植面積 或者是說它的狀況 來判定說明年這個作物 它如果我要種下去的話 它的風險在哪裡 那我如果要在不同的月份種 來分散就是說人家大廚的時間 因為大廚一定會崩盤 大家集中在那時間種 那我要什麼時候種呢 那如果我要分散時間種 我又要種什麼品種 什麼品種才可以適合在不同的時間去種植 這就變成說 親愛的農民在做的部分 要去收集足夠多的功課 跟資訊跟資料 來去規劃好我的生產排程 跟生產面積 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好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在未來的幾年 五年四十年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小馬剛有講 其實我們的老農量的多 對他們資性的取得 就是按照就有那個模式在取得的資訊 對然後對於就是年輕農友的加入跟壯大 其實是會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其實不單只是年輕農民 我們還是知識農民 對回去找知識 對但是對於你剛剛講的就是在吃 其實農人有一個很幸福的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吃到好東西 對就是我們可以吃到很棒的好東西 那你會知道說 到底跟外面的差點在哪邊 對但是回顧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白米飯 白米飯就是有十元有十五元 其實農人他生產的是 依照消費者需求去生產 對那假如說他今天交給是盤商 那盤商就是他要溫飽 所以他必須要生產出十元的那種白米飯 吃的真的是不好吃 對但是還是有一點要吃 因為像我們學生窮嘛 我們叫溫飽就好 那滿足的需求程度不一樣 但是呢如果說今天 我們今天我們都會長大 我們都會有一定的經濟能力的時候 我們想要吃點好東西 對那種好東西的農友在哪邊 對我們自然何必找 是國外的嗎 還是我們國內的 國外的當然那個價格會更高 但是國內的在哪邊找 找到這是好東西嗎 如何確認說他是好東西 其實這點問題蠻有趣的 對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謝謝 那針對青年從榮 還有沒有人 有 很不好意思 我想先針對上一個問題 可以講一下嗎 就是他們是問說這個過剩的嗎 沒有我是想回答這個同學 就是除了我覺得啦 我不是這樣理所講 我覺得除了三位講者說的這個 產期調節問題那很大以外 那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在人氣 對今天你價格好 你什麼東西價格好 我今年我今年這東西價格好 我賣賬銀行 旁邊的農民一定要說 因為大家都種這個東西 所以不是之前有那個 國軍全軍吃香蕉 對不對 就是這個問題啊 其實我們台灣的農食的 糧食自給率 並不是像你想像的說 很高的十幾% 三十幾% 三十幾% 三十幾個剩而已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 很重要的是在於說 農民之間要怎麼樣的 互相協調說 我要種什麼東西 但是這又很困難 因為你今天看到你隔壁的農民的東西 賣得很好 因為我眼紅 我眼紅嗎 我也才種 那像現在也很有趣的就是 台灣前陣子 前幾年 小番茄是不是 大家都在種小番茄 可憐科技業 一窩蜂那種小番茄 那小番茄的農民 越來越多 我們都在想說 他什麼時候會投 都是他 對不對 他是不是有一點 當大家都在種小番茄的時候 他還講 你知道嗎 那到時候就會 遇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過剩 因為大家都在種 但這幾次我們缺的 可能是其他的作用 讓想要問跟從小番茄 有關的問題 我有什麼請問一下 如果說青年從紅的話 那你建議是從有機 還從冠險 還從目督開始 會比較好 我會答 我會答 我建議 我建議從最舒適的方式 開始 活下來 如果剛剛你第一年的時候 你會看到 就影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 那個大伯父會一直跟我講 說什麼 可是我最舒適的方式 就是 我的時間可以配合的方式 叫做 我 舒適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 我當然可以多操作什麼 我就不贏啊 沒有時間 沒有人手 做什麼 都是 都 相對的 比如說什麼 有金融法 可能要相對的付出的時間很多 如果你剛開始正在從事這個事情 你有很多時間 那OK 你可以做這個 剛剛 所以我就說 找一個你最適合的方式 切入 讓自己最舒服的 然後 減少別人對你的批判 對 就是 就是 減少別人對你的批判 然後 你可以 讓你的心寬裕一點 可以把這件事做出來 我說真的 真的 因為我 像我剛開始在種錢的時候 我可能 我的 我花了很多時間 要跟父母溝通 相對很多其他青年同盟 他可能就不是這樣 他可能家裡鬧 家庭革命 如果 你鬧家庭革命 你還壯啊 勇氣真是可嘉 你這是什麼 就是 我用最舒服的方式來做這個 我也沒有選擇別做 我從水道開始 有百分之九十幾的 因為這種話 也就是說 再不許能力 再 再可憐 就是 我都沒有能力 我再可憐打電話也行吧 然後 就是 這個就是 我說最舒服的意思 就是 你要找到一個 你合適你的特性 它跟你 可以 搭配起來 搭配起來 那我覺得是最好的 對 千萬不要有迷思 就是 有機 或什麼無毒迷思 或是什麼 我想 不見得何事 就是 對啊 因為任何一個產品 它只要 對著市場 它就會是好的東西 所以就不用迷思 真的 OK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今天 時間有些時候到九點半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讓 真的 它已經很未來的規劃 跟從容有關係的 那盡量的 那如果說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 等一下結束說 私底下 可以再跟你的 與他的助長討論這樣 好 所以針對我剛提的 有沒有 OK 我想請問一下 關於機械化的問題 剛才我看那個 插移機的問題 這些人現在 就是說 你如何找到那些 機械化的場 機械化的 借那些 就是住戒 機械的一些方式 然後 像道米斯說 有90%的機械 是靠機械 那有什麼 濃縮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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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機械化 那這些設計 你要怎麼取捨 因為你的住戒 你要租借機械 你要跟人家溝通時間 然後還要花錢 反正成本不夠高的話 那怎麼辦 所以說你要選擇 濃縮物和機械的關係 你是要怎麼選擇 所以這樣 OK 這我自身經濟的 就是我發現 雖然學校 百分之九十幾次 農業自重化 之後機械化 可是事實上 事實上 你沒關沒吸 人家幹嘛 幫你弄 你在田裡 還是要有 一點人脈 那剛開始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就說 沒有要講 那是很困難的 我說有一些方法 打電話到農業改良廠 然後跟他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我需要什麼東西 你幫我問看看 哪裡有什麼 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 我想這些 政府官員很期待 游泳青人可以投入 他會想辦法解決 事實上政府也正在整合 就是因為過去有 這個在水稻叉香期 或是在水稻收割的時候 都有一些窘迫 就是這個農業积居找不到的 所以他們也在整合 會有一些名單 都找得到 那我想表達出你的誠意 人家會願意給你協助 那在台灣的時候 不好意思 OK 我開一點 因為在台灣的模式 跟日本不一樣 就是剛剛在談這個時候 有一點在看笑話說 為什麼日本人 他是開唱機在講 然後在重點 或是在歌道是在體驗 什麼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 因為發展模式不太一樣 就是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很早就發生 發這個產生的代根制度 很嚴謹的代根制度 但是一貫一貫的串下來 就是你現在可以撐起你的糧食 可是在日本 在韓國都沒有這樣 所以他們比較是小農 他有擁有農業機械化 他們擁有自己 自家擁有的 貧力非常高 那一旦是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產生 就是他們會說 一個名詞 他們就說是 貧窮的農業機械化 他們就說這是貧窮的機械化 因為我一直買機器 我會奔貝帶貝債 可是如果市場機制不太好的時候 我的農產品並沒有達到這個高價 所以這是非常需要小心的 我認為農業機械或是自動化 是一定得繼續進行的 而且要更強的力道來進行 那對於農民 如果我們還沒有辦法那麼快 可以看到這個發展的成果的時候 也許你必須要慎選 就是你在人力充足下面 這個農業機械化也是跟剛才 我們今天在講人力的問題結構 是很重要的問題 它是需要去配套去進行的 那你必須要去慎選 那你必須要慎選 的確要慎選這個 你的作物 那你使你的作物 可以跟你配合上 配合上 這樣子 這就是很重要 對 我講個沒錢 那你又需要用農機去幫忙 該怎麼辦 那我們剛才都一直重複講說 你一旦加入農村裡面了 農村的生活方式跟習慣 是跟都市是不一樣的 你要能夠熟悉就是說當地人 或者是去跟他們多交流 那像我那時候做 我沒有錢的時候 我也沒有錢買農機具 我也沒辦法去負擔那種機具的成本 中根機也沒辦法 我該怎麼辦 我大部分都是直接去人家那邊做 直接去那邊代工 那你要掛草 我去幫你做 割完之後割草機 我就背著背回去用 對 那就是用一些方法 那其實那邊做久 就 就是你自己本身技術 也層面也有到 你要知道人家需求在哪裡 你也要拍嗎 你要還有能夠去 達到符合人家的需求 這就是技術了 那技術上面達到之後 我其實這樣混久了之後 有一天那個老王就直接跟我說 一後你來到我這裡 我裡面有什麼東西 就直接客 你不要跟我說 直接拿就好了 都不用跟我講 因為你就已經做出來就是說 你表現你的誠意 跟你想要去做 這個部分的誠意給他看了 其實我發現有很多老王 是滿願意做這些支持的 他們也希望年輕人 或者是人回去 可以回到農村裡面 去幫忙做這個事情 而且一個好好年輕人 工在那邊 和樂的部位 他隨時可以交公司 我多開心 精髓多忙 對 精髓多忙 那還有人 這對青年從農 想問問題 來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這幾年 在農委會有推動一個政策 就是小地主打電農 還有火花修農農地 真的這幾個議題 我想請問一下 對於青年回歸農村跟已經在做的農親有沒有幫助 然後對於特休老公有沒有幫助 這是你講的啊 好 我得 當然我不知道你的背景 如果你政府官員的話 我也能說 這個在陳寶基就算來 我也會跟他講 不是這麼容易達成的 這他們數據也知道 就是今天 誰能夠有能力來整併這個農地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能力 在南部 我有一個朋友 我們就稱他叫做善化白甲 書不懂 善化白甲書 那善化白甲 他就因為祖傳三世代 有能力 在地方有一些認識 他就比較有機會可以整地成功 那相對不同的條件 就是不同的區域 像我在大甲地區 因為我們的水稻跟芋頭輪作 那芋頭的價錢非常好 使得我根本沒有條件去跟人家談 這個小地圖大電動地圖 因為根本不夠 那像這樣的狀況 就因應不同的區域性的改變 那樣子 那不可否認 當然政府的確要花一點力道去推動 好 一定要花一點力道去推動 那有做總比沒做好 那這個朱棣的問題一直 我也是非常頭寵啊 政策可以支持 可是我租地 他從來都不會跟我簽契約 他不會跟我簽契約 因為一方面就是 這個修跟補助 轉作他也要領 二方面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陰影 就是三七五減出陰影 這也是有可能的 雖然我們的契約可能白紫黑字的 會說明白那樣子 再來如果他是土地的投資者 他馬上就要做土地投資轉投資了 他也不願意跟你簽 所以這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在裡面 我想政府如果用很簡單的這個政策來推動 然後我坦白講我也不知道那個是要肥了誰 就是不知道這個政策是肥了誰 就是你一定有一些比較容易推動 然後受惠 所以過去就有這樣 就是過去修跟轉作的時候 還有在補這個田豬 還有在可以繳工糧 現在都慢慢的都沒有了 他就比較正義 他就只剩下就是你做小禮物大店農 所以他給你農機獎勵 那就比較回復到比較正常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大家各憑真本事 然後在同一個基礎面上面來談 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 我們現在比較談的 如果要談世代正義 也會談這個問題的話 也許這個部分大家會比較知道 就是我今天做一個農青 我在農業上面 我當然有很強的競爭力 因為我不怕失敗 我能失敗的本不多的 那我也比較大的彈性 我也比較好的知識面 管理的技巧等等都有 唯一的是我們希望社會或是政府給予我們的環境 是比較公平的 讓我們用同樣的基準點來做公平 我講公平的不是說齊頭是平等 而是你應該要針對這個事情有力道性的 在年輕人的政策上面 這個我們如果看日本的農業政策 對於青年人的農業政策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他們人口老化的問題比我們還要嚴重 嚴重非常多 可是你會發現農產品繼續出來 你現在想到好的農產品之後 你不會想說日本都是爛的農產品 你也不會有這樣想 你會發現覺得它還是很厲害 它在國際市場上 它還是有一點競爭的能力 所以我想這個純粹在於看整個政策有力道的推動 我們在講這麼多的時候你會發現 當然我們緩慢的微革命這是必須的 那也不可否認的 政府或是比較大的這個力道要切入進來 也是需要的 不然沒有道理那個人口會在未來的時候繼續成長 就是在從農業成這個從農人沒有道理會繼續成長 一定有勢必要有大的力道進來 那你的微革命也要繼續進行那樣子 對那當然微革命是比較主動的啦 比較主動的 對 就是我剛剛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並沒有被介紹到 對 然後我是住在海裡的金魚 然後我現在在中興大學園藝系公圖措施學位 對那我想要問的部分是產銷鏈 因為我是有 我之後有想要投入就是香草 香草類的 比如說花草茶這種東西的生產 那我想要問一下產銷鏈的狀況是怎樣 對然後再來就是認證 有機認證和無毒認證這個部分的想法是什麼 就這兩個的題目 就是黃的香草 香草 有點複雜欸 因為目前送最多是中部嘛 那東部的香草類也是非常非常多 那南部比較少量 你是要在哪邊弄啊 南部喔 南部你就要耐熱詢話 那這部分在高雄的酒區堂那邊 黃崇柏那邊問一下 那他合作的廠商之前都有做詢話的部分 對你要先養的活嘛 養的活才可以談你要再看 養的活不是問題 養的活不是問題嗎 沒有香草養的活 在南部養的活是很重要的事情 養的活就是養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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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的活 養的活 不好意思 你已經活了 可是如果我有產品 我的問題是骨毒跟認證 對消費的人 有機跟無毒 有機的話就是需要經過驗證 那無毒其實他還一直會就是說 報告就是說 無農藥殘留 就這樣子而已 他沒有其他的管理方式或幹嘛 因為沒有定義出來 對 那有機比較有明確 那目前有機香草類 其實都是零零散散的做 那目前比較 有做比較實用 其實都偏向中藥材類的 對 那 你香草類要做到有機 其實不會太困難 像你如果已經完成巡化的話 那後面如果擔心是夏天而已 那接下來就是一次的產品研發 開發出來之後 你可能考慮先去做餐廳 或者是一些家庭的部分 來去用 對 因為這個市場說真的 對啊 他沒有什麼入門 也沒有什麼出門的部分 幾乎都是自己在那邊搞的 那像黃蟲柏那時候 他就會將香草跟餐飲結合起來 他才做起來 而且他還是經過五年之後才做起來 要先知道這一點 那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 一旦種起來之後 那摘香草來做那些香草茶之類的 門檻不會太困難 對 而且你市面上的競爭是非常多的 那 你如果希望就是說做成幹製品 像有機他可以做一次加工部分 是可以做到香草茶很乾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打一些行銷 或宣傳的部分 對 然後來去做一些不同的調配部分 去嘗試開發 對啊 先從 其實香草茶配方 其實台灣大概都研究出來了 大概就那些種類去配來配去而已 可是有機的問題是說 它的原料要全都是有機的 那像一些甘草類 你該用什麼東西來做代替 可能就是你這產品研發上面的一個重點 對 因為有一些是不可取代的 那又特別需要它的方向 或者是讓它回甘氣味 這就是便你要去掌握這樣子 好 呃 也是想要先開取一點點訊息 對 我才可以回答 就是您種香草是生產 生產 香草 是嗎 生產 現在是目前是種進去 喔 進去 據我所知這東西蠻難做的 對 因為我種過香草 不好做 對 而且 對啦 這是不好做啊 不好做就講實話不好做啊 對啊 因為其實大家會有很多想像啊 因為其實 我必須坦白講 因為你時間就這麼多 如果說你一個產品 你還要想辦法去創造新產品 然後香草還是要烘乾的 對 是全部一起做嗎 然後 那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你會看到好像市面上 很多很漂亮的一些香草產品 和香草枕 然後香草乾 香草茶 對 其實 真的是蠻難做的 對 所以你選擇平常之前 你先 就是問自己三次 為什麼要做香草 對 然後堅持 就是興趣 沒有沒有 對對 就是當然有一天你興趣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說 一定要全職投入嘛 有時候有一天你的副業 會變成你的證件說不定 對 但是你應該要找到一個 就是 香草 你一下想像一下 到底你使用香草 因為其實 我們講行銷是什麼 行銷是在伴受情境 對 這是我們老師 還有我們朋友Partner 討論出來的結果 情境 香草是一種情境產品 對 它需要一個情境才會使用它 對 你應該先去了解這個情境 maybe你可以到HOLA 或是到這種情境 去瞭解一下說 或是說香草集 這些店家 你先瞭解一下說 他們怎麼去操作香草集的產品 那一方面 你要有結束生產 對 你這樣看起來更投車 好不好 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大概是這樣 記得 不會吧 你就不知道 好 好 那比較 我覺得很多大的東西它是一個議題 那也許它真的很需要很多在地的團體 去做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把一些主要問題 讓我們真的想要成功的人來問 因為我們最後時間有限 再來兩個問題的話 因為今天很難得小馬他們來 所以我們要問一點問題 一點其實就剛才其實有談到 就是那個小地主大電龍一些政策面的 他說其實我想拼拼上來聊一下 政府在面對我們三龍這個議題的一個範疇裡面 它可以扮演整個角色 一個比較積極性的角色 然後可以把它協助到我們的一個青年蟲農這一塊 蠻大的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說 一般我們消費者 我記得你上次有提到 消費者可以正面對我們農產品啊 然後青年蟲農這一塊 可以提供一個什麼樣的 在態度上什麼樣的一個態度是比較正面的 然後可以對青年蟲農是有幫助的 可是對整個農業對的是比較有幫助 然後第三點是那個 我們年輕人就進入農村 對 有什麼樣的一個可能性 好 謝謝 政策面其實像五年前那時候我在做的時候 我沒有接收到任何政府的資源跟幫助 沒有 真的啊 因為那時候我去想要去申請 風災過後想要去申請一些貸款 那時候因為我的主桌是九神塔 他就說九神塔不可以貸款 因為他說那是其他桌不是主桌 所以不可以貸款 那反正他們有他們的批判方法嘛 那就失敗 那接下來就是說那時候有青年 就青年創業貸款對不對 那要成立公司才可以貸 好 我不用想太多 我做農娘 我成立公司 我是在做什麼事啊 是怎樣的 真的看不看我聽不聽不聽 那一直到這幾年之後 陸陸續續就是說 像那些飄鳥齁 的農民學員 慢慢有做起來了 那他對於一些想要回鄉 或者是從農的部分呢 他可能會提供一些政策上 技術上 或者是銷售上面的一些平台 來做一些幫助這樣子 那小地主大電農也是 可是小地主大電農 我只希望就是說 他的初始面積跟擴大面積的部分 要調整一下 他的原因應該是 他要幫助單位農民 你幫助越多的單位農民 是代表這政策執行越成功 而不是說我面積一定要做到 多大多大才算成功 那這個從他一開始 推出的時候去農委會 都有跟他提過了 但是都沒有改變 那就這樣子 接下來 其實很多我們青年人 還不論是什麼 志願要幹嘛的 有的時候 我們要做起來 要主動出擊 那 講坦白一點 給政治是看選票 那我們怎樣讓青年的選票 增多 或者是形成一股力量 可以有機會影響到 我們的一些公分單位 小的可能就鄉鎮公所 那民間就一些農會的 或者是合作社產銷班 那大一點就是縣市政府 到中央單位 我們怎樣去凝結 我們自己的力量出來 說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那去 那我已經做到什麼程度了 希望政府可以給我一些什麼樣的資源 這樣的方式去主動去談 可能會 比那個人家在那邊呆呆呆呆呆呆呆著 好 逮捕還要來得好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自己要先自力做起來 不論如何從容這個部分 不是說去沒好幻想或幹嘛 那是很現實層面的 自力才能夠有人來幫助你 那你做起來之後 才有機會引進這些資源 或者是一些政府單位 才願意去提拔你去幫助你 讓你站得更穩 或者是說連結更多的資源 讓更多的青年可以回來做這件事情 就像這樣子 我補充一下就是我們在田裡面 我們怎麼做這個事情 那我跟大家一樣面對的 所有的資源不是那麼夠 然後我投入的時候 我生產的土地 然後還有我的資金 也不是那麼夠 那我在想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個就是有優勢的 就是至少我是很彈性的 然後我有很好的支持 然後我有可以不斷的去消滅這個資訊落差 那我的種田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的銷售一直不是我的問題 可能剛開始是問題 後來慢慢累積久了以後 我的客戶群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當然我還是希望 大家可以跟我買米亞 那什麼 要買買 好 可是那相對的 我就需要 我需要讓大家認識到就是說 那我有一個銷售量 甚至我不夠賣了 那我就開始想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方法 我可以推延到 另外一個農民身上 然後 另外一個農民 他可以因為我的Bland 然後也可以賣一樣的價錢 那或者是我可以跟他收購 那這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他的健康 得到一個 因為這個農法的關係 得到比較好 還有他自己吃這個東西 也比較好 再來就是 他的收入會比較好 當然第一 就是收入比較好 他也是非常願意的 所以很容易就談成功了 可是主要是 我有一個銷售的管道 那對於我就怎麼樣 我就有一個更大的產量 我有一個 我保有我的彈性 可是我有更大的產量 那我更重的是什麼 是責任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做契度的工作 在我剛剛提的就是 我們的收購方式 就是我保證收購的價格 再多工兩兩塊錢 在稻股的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保證 收購的價格再多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能會買到 你不想要的東西 就是你買到爛東西 他沒有按照你的方法做 所以你要強制的去執行這個事情 可是在農村誰跟你強制啊 沒有人管理 可是他喜歡什麼 他喜歡有勞動力 所以我們用這個特色就是 我雖然住到田 可是我創造了我的就業環 就業空間 我不斷地可以去幫人家 去換工 做工 當然也是有錢 收入是可以進來的 那透過這個工作的過程怎麼樣 我就可以監督 在這一個 這個契作的模式裡面 他是不是按照我的模式 因為大部分都是我做啦 大部分都是我做啦 所以也沒有什麼監不監督 就基本是我做了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 我是很辛苦沒錯 可是我創造了工作機會對不對 我本來找不到田 可以去整田的 我找不到地方可以去割草 因為別人不認識啊 不見得 可是我因為這個方式 我就創造了我的就業機會 我的工作時間就增加了 而且我也買到我想要買的東西 因為我在品質的空間上 有一個機制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剛剛說的健康 第四個誘因 就是自信性 我們農人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增加了自信性 我們不斷的把媒體把這個消費者 帶到了我們的農夫面前 讓他們去面對面 他們就有機會可以知道 他們的產品 評定的標準 好壞的評定標準 不是來自於收購商 也不是來自於盤商 而是來自於消費者的喜愛 這個很重要的 也就是我想這個是 在農村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青年農民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居然你都已經有這樣彈性 你有這樣子的能力 你為什麼不讓大家一起享有 這樣的一個成果 我想這個很重要 如果過去會失敗 就是失敗在大家太自私 大家太貪心 可是如果現在我們會成功 來自於我們不斷的把這個 open的概念放出來 你去試想這個概念沒有很難 你發現在google 你發現在很多這個環境裡面 它是open的 它把這個資源放出來給大家 可是你也沒有死掉 你不會因為 像google一直open 它就死掉了 沒有它越來越厲害對不對 還有更強的依賴性在裡面 我們的契作商的黏著度 我們的契作農的黏著度會增加的 因為它缺不了這個供 那它缺不了這樣子 它不能缺少這樣子的一個利潤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們雙贏 那你說如果這樣子 然後消費者是衰 沒有消費者沒有衰 反正可以得到更穩定 更合理的生產 因為我們用更 集約式的方式來做生產管理 我本來可以 如果我自己做 用這個方法 我只能可以擴極到五分地 那樣子 可是事實上剛剛在影片 我們中五分地 我們中五分地 可是事實上我們中機甲 機甲全部都是用細鎖的方式鎖 但那個機甲的地 它就是用這樣子的農法 這樣子的方式去面對那個農人 還有它的消費者 那樣子 我剛剛忘了講 在收購的部分 我們沒有百分之百收購 我們收購是百分之 就是大概六十六% 就是三分之二的部分 我們收購 三分之一它有權利 用我們的branch mine 所以它有 它很想要 它很喜歡自己的事情 它們直接用我們的branch mine 它馬上就跳一個價格出來了 它就跳一個價格出來 所以 而且我們就 我們就收服務費嘛 就是服務費啊 整個農業就是剩下的就是農業服務啊 農業服務 它真的是一個服務 所有的工錢 工該賺的賺這樣子 可是我也不太擔心 我相信內部需求 我們繼續增加 那個收益是會越來越好的那樣子 我想這個是年輕人的彈性 還是你的優質啊 至於剛剛第一個問題 坦白講不是政府官員 不回答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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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講一些比較務實一點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一點那個 我覺得 要如何回答回來 我覺得一個東西很重要 要有肥肉 就是第一步這個 對 那肥肉要放在哪邊 絕對不要按照原本的就有體系 投放那個官僚 就是繞圍那個體系 不對 那不對 要有一套新的管道 我覺得這個東西蠻有趣的 因為剛好現在朋友 跟朋友在談到一個東西 叫繁星計畫 大家聽說這個東西嗎 對 就是很多那種偏鄉的一些小朋友 他們有機會透過這個計畫 然後進到好的大學 對 這是一個 但是你們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 今天下午我們才在聊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農校學生 本課生 他不願意從事農業工作 我覺得這個問題 很有趣 但是就是肥肉放錯地方了 如果說今天肥肉擺放回來 那大概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況 從一開始 是不是有辦法提供一個場域 然後把肥肉放到正確的地方 然後導入一些試圖制 因為我們學生他們產業 是脫軌的 而我們農有那麼多 就是一些產期的調節 可能有時候重 但是我們修根期間 如果說我們可以 透過這些肥肉 然後有一些資源 可以讓他們在修根期間 回到學校裡面來 一方面上課 一方面可以跟這些青年學子互動 所以我覺得是互動的環境 塑造是政府的工作很重要 但是不要肆意的就是 自以為說把事情交辦下去 下面的人就會辦好 又是繞回原路 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但是如果說今天把它擴展到一個場域當中 maybe是大學 我覺得大學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之前政府在強調的東西叫中衛中青 有一個中衛中青發展協會 之前把資金 因為資金真的太少 所以他們是辦競賽 希望說可以讓青年學子接觸 但是那還不夠 力道不夠 因為競賽辦完就結束了 我也參加過 那個基地道真的完全不夠 但是如果說可以長期的持續的 因為我不想要政府走回頭路 就是想要用一點點經費 然後很快的收效 那是不對的 對應該要是要細水長流 然後慢慢的不斷的升更 讓在意的那麼多農校的學生 maybe可以先從農校開始 或是說因為台灣大學力度很高 國偉科大 中興大學 嘉義大學 農校開始 但是不是說排斥說只有嘉義大學的學生 或大學學生才可以進去 周邊的 你知道在這個地區 就可以到學校再上課再學習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主力都很多是龍龜牌 對 原本是在產業 然後再回來 有點接近能力的 其實他們才是主力 對 他們有能力可以去從事農資 然後蓋文資等等 對 他們是主力 那這些主力他回來 然後跟幾群年輕的學生碰在一起 會發生活 對我覺得這 這不要做 好 還有最後五分鐘 所以有一個小問題可以問 有沒有 小問題 好不好 該小產品都忘記了 對 該小產品 我的那個啦 我的鳳梨都有吃到 那個是我的社區那邊 就是喝稻稻田農友他種的 那他是用極緣土的方式去管理 那品種是牛奶 對 品種是牛奶蜂蜜 對 那 他這個 我們那邊就是社區 那邊就是 我們幾個比較年輕一點的 那可能我們就是會 比較志同到何一點 都希望可以說 讓台灣的生產 工業生產環境更好 那他這是自然熟成的 大概自然熟成就一年半左右吧 你們吃起來口感應該比較不會刺刺的 對 因為比較自然熟成的風味 才比較可以完整的 除掉那種味道 那口感上面也會比較好 那這是先使用的牛奶蜂蜜 那目前他就是都用極緣土的方式管理 要說進級到有機或幹嘛的 可能會非常困難啦 但他希望就是說 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去改善 那包含就是說 吃的東西他自己也要敢吃 然後讓消費者可以有更好的 吃到鳳梨真正的原味 對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想法這樣子 跟楊宇凡一樣啦 好 謝謝 謝謝 如果要買的話跟我講 聖誕中 最後一個小問題 最後一個小問題 所以你要怎麼買 他怎麼可以買 喔 這裡要問 不要問 換下一個 不要 那邊 架上 那邊 架上 架上 不是 就是 問問題 架上 問問題 小問題好不好 好 因為時間多 架上 我們能不能藉由提升 就是像文化或教育 就是提升農業的一個平台 然後其實這樣可以註入年輕人 他會來種植農業 然後要註入我們 因為其實說實在 在做好幾十幾位 不可能全部投入農業 聽完這個場 或是其他場 可是我們可以藉由 像是唱歌啊 宣傳啊 漫畫啊 小說啊 很多方式 FB 對阿 FB連署也是 我們就能藉由我們各自的方式 各自的能力 來把我們的農業 推到一個平台 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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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點天長學合作 這樣子的 那教育部分的話 我在實動教育的部分 因為嘉義那邊比較沒有在推行 所以我從學校跟我們當地社區 目前是希望可以跟正公所做個聯繫跟配合 那逐步的從我們那邊在地的國中國小 我們提供一些農民或者是一些課程的安排 跟學校去談 那希望可以深化這個部分 那也一部分就是說 讓彼此是有更多的交流啦 那也算在開拓消費者的部分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可以吃到我們自己在地的好東西 就是這樣子 我想剛剛你想要問說 在座大家有什麼機會可以參與 是不是 就是可以有一個平台可以參與 當然他很多機會 像剛剛講的有一個 很多很多機會 就是我們自己也在做對於教育的問題 那你可以關心一下 就是有一些 在FB上面有一些農業的一些相關的社群 那不要講到好像就要拍到這個床 但是說你可以這樣你可以關心很多社群啦 有很多我想農業社群 你可以稍微關心一下 那最近有一個什麼漫畫什麼事 就是在 對他們也有在講述一下這個 整個農產品的一個過程 那樣子我想就非常非常好 因為你知道農人喔 其實沒有那麼多心理去做這個事啦 那真的很期待的是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結農 像你剛剛說平常像我們今天在中午的 下午的時候我們就辦了一個活動 就是消費者跟農人還有廚師 把三角角色一起 一起這個 一起就是做一個媒盒那樣子 那他就是廚師去做這個菜 用農夫的這個農產品去做菜 然後可以達到這個消費者去認識這個農產品的特性 然後農夫也可以把這樣子一個產品的特性 去介紹給這個消費者還有介紹給廚師 這個是很好的媒盒空間那樣子 那我想這個東西都需要靠大家不斷的 就是你在你的專業上面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可以有誰讓你媒盒 麻煩你來跟我聯絡那樣子 我們正在做這些很有趣的事情 你可以跟我聯絡謝謝 謝謝 謝謝 就簡單大家交朋友吧 不好意思 網路上有人要問那個鳳你怎麼共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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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下回覆 謝謝 沒有 就是他在網路上看直播的時候 你要回覆他 對 他才會知道 唉唷 你要打關鍵詞 給你電話 要打關鍵詞 不行不能給他電話 太恐怖了 講關鍵詞 真的嗎 真的加那個 可以買我的白衣謝謝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要公布什麼 沒有啦 謝謝 鍵我的鍵字 鍵我的楊玉白 商店 亂拍的 沒有他那個都電話聯絡的 對 關鍵劉德華 關鍵劉德華 那個都是很簡單的公民 也沒有什麼媒體這樣子 你可以幫他做事幫忙幫他做下去 你會想讓他可以更作戰嗎 所以他要怎麼購買 還是沒有回答他 沒有啊 他一定沒有鳳梨 他一定跟你說沒鳳梨 對 這樣你就是排隊明年這樣 沒有啊 現在 他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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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反正想要買米 還是買鳳梨 等一下都給我拿 對然後就是 因為時間到了 所以如果說大家 真的還有覺得 還有很多問題重要 想要討論的話 大家真的可以加入那個社團 然後大家其實 可以在上面PO問題 其實真的會 有很多 除了他們以外 還有很多 在那裡有經驗的人 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平台 對 好那可能要今天 謝謝 好伴提供這麼好的場所 然後謝謝 謝謝哲武的志工 就是棒棒 這樣 然後請大家 謝謝 然後也謝謝三位 三位來跟我們分享的 謝謝 謝謝 好那大家如果有什麼需要 覺得應該要再交流 再 有一個更強大的一個 青年農民的地方 的話大家就加入吧 然後 現在麻煩大家 如果要離開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把場議 推出一下 這樣 謝謝 好謝謝 那我們稍微跟大家再預告一下 那我們下個禮拜 8月8號 父親節 雖然是父親節 大家可以帶著年爸爸 一起來參加我們 哲學新秀人 來這邊過節 然後讓你 全家一起來這裡同樂 然後瞭解一些不同的工業 所以 歡迎大家下禮拜 8月8號不要問 我們還是一樣有哲學新秀人 然後這個 我們這個 捐款箱這邊 然後我會放到一個 那你如果有一些 想要贊助我們的 演唱會 謝謝大家